阿力光手握特斯拉王牌 传输镜头将在今年元月 出货带动股价一飞冲天 收涨35元占上2500元 双王发威台积电大涨16块钱 来到631元 市值也超过16兆元 高价股AESKY也点火 涨幅超过6% 逼近2000关卡 助攻台股红盘日 盘中涨超过百点 一度突破18300点关卡 收盘上涨51点 收在18270点 成交量放大到3301亿元 三大法人买超165亿 其中外资连续9天买超破千亿 台积电大涨16块 也使得台积电贡献指数的成分 多于今天指数的涨幅 整体的后市 以外资回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原来日本的行情也仍旧值得大家留意 不过货柜航运产业却出现震撼弹 美国联邦海市委员会 近期公告将调查万海 航运收取不合理 致相费一事 尽管万海指出将全力配合 但是货柜三雄股价一片绿油油 万海洋名跌幅超过5% 常融跌2.1% 另外双王的法术会即将开跑 台积电将在1月13号展开 大力光也预计在1月中旬登场 是否释出利多消息带动台股 再震新高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三地新闻要超成李文科台北报道